Hai 大家好我是莫娜 首先感謝三星選在一個還不錯的時間點舉辦發表會 至少當我完成這支速報影片的時候 我沒有看到外面的日出已經升起了 那這一次的發表會呢 就是跟外界所預期的一樣 總共發表了五款新的產品 包含了兩個新的Galaxy Z系列的摺疊手機 還有新的智慧型手錶Galaxy Watch 4系列 另外還有新的藍牙耳機Galaxy Bus 2 我們現在就一起來看看這些新品吧 發表會一開始啊 這次的主角就出現了 就是Galaxy Watch 4 Classic 還有Galaxy Watch 4 兩支手錶的主要差別在於大小跟表圈的設計 Galaxy Watch 4 Classic比較大 有42mm跟46mm可以選 而且啊還有實體可轉動的表圈的設計 那顏色上只有黑白兩色 Galaxy Watch 4則是有40mm跟44mm兩個尺寸 顏色比較多種那風格呢也很活潑 採用數位的觸控感應錶圈而非實體的 所以看起來就會比較簡潔 而且兩款錶帶啊都是可拆式的 所以你可以自行搭配哦 這次最大的亮點就是在作業系統上面 這兩款手錶呢首度搭載了就是Ware OS 3 那這也是這五年來最大的改版 對於三星的手錶使用者來說啊 就是終於可以在Google Play上面 下載多款的App來使用 像是在手機上面用Google Maps來導航啊 或者是閱讀Gmail等等 那老客戶其實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它的UI介面其實跟三星的手機一樣 所以等於你不用改變你的使用習慣 就可以享有更多的功能 硬體規格上面兩款手錶 都搭載全新的Exynos W920的晶片 還有搭載1.5GB RAM跟16GB的儲存空間 1.5GB的RAM比目前市面上 大多數搭載Ware OS的智慧手錶 多出了50% 整體的容量變大了 其實對於使用的體驗也會更好 像是你可以多開App 那滑的時候可能也不會很卡頓 是很滑順的 再來呢 如果你有習慣下載離線音樂到手錶裡面的話 那它有足夠空間可以讓你裝這些音樂 我覺得算是蠻吸引人的 功能上面兩款手錶都有搭載全新的感應器 可以偵測心跳啊 心電圖血壓心率 這次呢還新增了BIA感測器 可以偵測體脂跟肌肉量 還有水分等等喔 感覺就是把硬發的功能搬到手錶上面了 對於有在健身的人啊 應該是蠻有幫助的 另外睡眠偵測也有大幅的升級 除了原本就有的REM 跟淺度深度睡眠的偵測之外呢 Galaxy Watch 4系列 還加入了打呼的偵測耶 加上血氧偵測啊 可以讓睡眠分數更加有參考價值 另外呢 它還有支援95種的運動模式偵測喔 我覺得這點應該是有點Phibe的血緣啦 因為這也算是這次WearOS帶來的一個加成 那我平常都是在使用Phibe的手錶比較多 那如果我有機會評測到這一次的Galaxy Watch 4系列的話 應該會針對這部分來看看 價格的部分Galaxy Watch 4呢 售價是249.99美元 Galaxy Watch 4 Classic 它是349.99美元 以目前的智慧型手錶市場來看呢 目前就是蘋果嘛 三星然後 鋼銘華為這四大巨頭在瓜分這塊市場 不過呢 以試料機構的一個數據來看呢 裡面只有蘋果是有維持在一個穩定成長的部分 如果是以今年第一季的數據的話 甚至只有蘋果是在出貨上面是有提升的 我一直覺得啊 非平陣線的就是智慧穿戴產品是有一點薄弱的啦 不過在今天發表會有看到了Galaxy Watch 4系列的四圍型手錶呢 我算是對他還蠻有信心也還蠻期待的 因為你看三星跟Google強強聯手了嘛 他們整合了系統 然後在價格方面呢 他在高階的手錶上面也記住了 入門的價格跟高階的價格要來打市場 所以我覺得對於今年要推出的蘋果Apple Watch 第七代的話 我覺得對他來講壓力應該不小哦 發表會的第二個產品就是大家都有猜到了 全新一代的Galaxy Z系列的折疊手機 包含了結合手機跟平板概念的Galaxy Z Fold 3 5G 再來是可以在小手機上面也能享受大螢幕的Galaxy Z Flip 3 5G 這兩款手機 首先呢我們先來看一下比較大支的Galaxy Z Fold 3 5G吧 他是首款支援S Pen的Z系列手機 而且筆啊還有兩款哦 分別是S Pen Fold跟S Pen Pro S Pen Fold不需要連線所以不需要充電 但只有支援快捷功能 那S Pen Pro啊他是藍牙連線是需要充電的 功能也比較完整 而且適用在其他的三星裝置上面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比不能像Note系列一樣可以插在機身 他是需要再購買保護殼來搭配的 那我們回歸到手機上面 Galaxy Z Fold 3 5G呢 體積上面比前一代輕薄許多 處理器雖然官方沒有直接明顯的表達 但沒意外的話應該是高通S888 Range是12GB 續航方面呢為雙電池的設計 容量為4400mAh 不過詳細規格還是要以官方發布為準哦 那他總共有三種顏色 銀黑綠 機身材質呢是鋁合金的結構 正反兩面呢都有採用 康寧超抗瓜的大猩猩玻璃 另外他也是首款防水等級 達到IPX8的折疊手機 算是不小的升級 內外螢幕呢都是Dynamic AMOLED 2X螢幕 而且螢幕更新率都有120Hz 封面螢幕是6.2吋的 那內液攤開來呢則是7.6吋 不過看了螢幕你是不是有發現 他竟然沒有那個醜醜的瀏海 跟醜醜的挖孔呢 沒錯這次讓我很驚喜的是 Galaxy Z4 3 5G呢 是第一款支援螢幕下 鏡頭技術的折疊機耶 不過可惜的是他的鏡頭只有400萬畫素 實際拍起來不知道會怎樣啦 那如果我們有拿到手機的話 就是會多拍幾張來感受看看 那再來是主鏡頭的部分 他的主鏡頭呢是搭載1200萬畫素的廣角 超廣角跟兩倍的變焦鏡頭 雖然規格上面看起來沒有到特別的厲害 不過官方有說啊 這次鏡頭的玻璃材質 是有比較好比較升級的 所以對於拍照成像啊 會有所提升 接著來看看口袋手機 Galaxy Z Flip 3 5G 他的顏色超級多 共有7種 而且都超級夢幻的 比前一代啊 我覺得這代設計更加年輕活潑 Galaxy Z Flip 3 5G的外螢幕啊 比前一代大了4倍 來到了1.9吋 可以快速瀏覽多項通知 還有快手指令 展開的時候 App可以無縫接軌切換 另外還可以自訂桌布哦 方便螢幕旁邊的是 1200萬畫素的雙主鏡頭 折疊的優勢是可以讓它做到 多角度的折疊擺放 粘手時拍攝 自動取景攝影等等 展開手機之後 就會變成6.7吋的 Dynamic AMOLED 2X螢幕 這塊螢幕的更新率最高為120Hz 然後一樣有分割畫面的模式 不過你可以發現 Galaxy Z Flip 3 5G呢 維持前一代的挖孔螢幕 並沒有加上就是這一次在 Galaxy Z Flip 3 5G上面 出現的螢幕下鏡頭 另外它也有支援 IPX8的防水規格哦 我知道很多新粉都會有點 就是在說 我對折疊機又沒有興趣 你為什麼不乾脆把 Note 系列還給我呢 那其實你知道 一開始Note 系列推出的時候 也是大家都在嫌耶 大家會想說 你有事沒事幹嘛推一支 這麼大支的手機 又佔空間很難帶出門耶 但是時間證明了 它還是變成了一支很受歡迎的機種 10年過後的今天呢 三星又決定讓我們看看它的叛逆 決定再次用差異化打入市場 加上這一次Galaxy Z Flip 3 5G啊 它有加入X-Pen的功能 就是讓大螢幕加上手寫比 整體的使用性又更高了 三星開創的折疊機的時代 雖然這塊市場目前還小小的 不過呢 它的硬體規格一直有在進化 一直變成熟 加上價格呢 也有在慢慢的調降 未來應該還是蠻有競爭力的 而且國外有很多資深的證券分析師 他們就說 未來在2022年的時候 折疊手機有可能會變成市場上面的主流耶 我自己是覺得說 你看就是市場變化很快速 加上消費者習慣也變化蠻快的 所以這一切真的都很難說 那你怎麼看這個發展呢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跟我們分享你的看法 最後一個產品是新的藍牙耳機 你可以把它當成Galaxy Buds Plus的升級版 它的充電盒跟Galaxy Buds Pro一樣 小巧圓潤 但是材質改回亮面的 打開耳機盒後 其實也跟Galaxy Buds Pro很像 就是內外不同顏色 那耳機本體是入耳式的設計 外觀就跟以往的三星耳機一樣 都是圓圓鼓鼓的可愛感 設置在顏色上面有紫色、黑色、白色、綠色四款 音質方面主打重低音 Galaxy Buds 2搭載AKG高音質喇叭 是11mm的低音喇叭加上6.5mm的高音喇叭 並且支援ANC主動降噪跟環境音效 續航上面Galaxy Buds 2內建472mAh的電量 可以提供20小時的續航 那單耳的電量是61mAh 另外它也有支援去無線充電 所以你可以把手機當作無線充電板來使用哦 Galaxy Buds 2的官方售價是149.99美元 換算台幣下來好像是4000多台幣 而且這比很多媒體啊 還有我自己猜測的還要再便宜耶 我覺得應該是蠻有吸引力的 以上就是這次的三星發表會 所發布的所有新品啦 我覺得這是一場蠻好看的發表會 你可以看到三星想要成為 摺疊機代名詞的堅強意志 還有大膽的策略 在智慧式穿戴裝置方面 你可以看出就是三星聯合Google強強聯手 他們整合了系統 然後調整了產品線 也調整了價格 可以看得出他們非常的積極想要扭轉現在的試戰排名 這次的新品發表會有沒有哪格是非常讓你印象深刻的呢 或者是你非常的想要帶他回家的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哦 好的以上就是這次三星發表會的速報影片 我是莫娜 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